大家都想知道說 政府買疫苗的過程當中 有哪一些見不得光 又或之前都沒有跟大家 老實說的 終於昨天在立法院 所謂的疫苗調閱小組 已經所謂的正式成立 可是其實在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 但是昨天正式成立 第一次開會 那我們就要調查這些相關資料 但是阿中說 不要影響疫苗進貨 不要涉及積滅 我們會盡量提供 可是以前你資料不給 不就是用這兩個理由嗎 現在還是這兩個理由 所以我覺得大概還是要不到 但這些重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包括我們購買疫苗的紀錄 疫苗到貨期程的相關文件 BNT疫苗採購的相關文件 當時到底有沒有卡它 那調閱催貨往來 你說你有催 那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像南韓一樣認真吹 代工也是 南韓還有其他國家 都非常認真爭取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爭取 我們真的很想要知道這一次 但是沈記長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我們光是 他們自己查了十幾次 要調資料 指揮中慶常常說 我們現在是沒有人力配合 還有很多立委要調資料 其實也都調不到 有這個你怎麼看 調不到的 這個不會有結果 你已經預言調不到了 絕對調不到 要不要修書75塊雞排 20塊面線 20塊面線 你看民眾黨就知道了 民眾黨你去問高宏安他們 連續三個月來 調了68次的資料 拿到幾個你知道嗎 四個你去問他們 你去問民眾黨 那四個我知道是什麼 而且都是經濟部 什麼交通部 就不敏感的 衛福部幾乎都沒有在給的 這個就是現在的狀況 他說他很忙 可是我想說忙著什麼 忙著說找羅一軍 去唱國慶的國歌 當然不是說唱國慶國歌不好 但問題是你告訴我你很忙 可是你去唱歌 還有人家找你拍片 你也找羅一軍 你真的很忙嗎 那之前疫情比較趨緩的時候 跟張亞文合唱 去墾丁大吃大喝 幫忙促銷 拍GQ的雜誌 那現在疫情也趨緩 是不是有時間 可以把資料交出來了 你們今天的版面剛剛好 就是左邊這邊你做好了 去做右邊這邊 我們不怪你 沒錯吧 又說你們設計不就是這個意思 總不能一直都沒有娛樂 對嗎 對 請問一下你左邊那邊 有哪一個做好了你告訴我 沒有 你所有東西都不給問 那五點是這一次國民黨 因為那時候陳玉珍 大家還記得闖關 突然直接病病病 然後你們都走了 上廁所了 來 我們現在投票 調查小組成立要不要 好 然後就出來了 這一次是蔣萬安 提出這五大訴求 這五大訴求 我跟你講直接招招要陳時中的命 這怎麼可能給 你們覺得可能會給嗎 你說任何一個資料出來 哪一個不是要他的命 光一個催貨好了 你就可以打他的臉了 你也不用給我資料 我只要提三個字 郭台銘 你就死了 拜託 郭台銘去催貨 然後有因此他的那句話 影響疫苗進貨 射擊機密嗎 搞不好那個紀錄裡面有 蔡總統半夜打電話的紀錄 是蔡總統的電話 也不小心會卸在上面 那麻煩你把它碼掉 郭台銘每次的臉書上面 就把進貨時程 還遲到說抱歉 我再去催 催完之後上次來了 我一次扣打全部完 請問一下有影響到後來嗎 沒有 昨天 明天又來 為什麼紀錄就可以 老老實實交代 然後也不會延遲 都很照規矩 我們官方就是不行 對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的態度 你覺得後來這五個數學 會達到成功嗎 絕對不可能 他一定會用其他一樣的方法